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云南白药 汽雪昌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登米大会 本节目由中华登米学术委员会结伴 感谢本节目视频合作伙伴 腾讯视频 风行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网 云视网 我是云南卫视的节目主持人小彤 我是主持人崔爽 大家好 还有几个小时呢就要到2015年了 在这我们两个代表云南卫视 向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声 新年快乐 去年 去年的同一时间 就是今天 咱们第一季的中国登米大会 隆重推出 受到了电视机前广大观众的欢迎 那么今年呢 我们中国登米大会第二季 如约而至 同样秉承着 开心菜登米快乐迎新春 这样一个特点 只要您参与 答题就送奖 没错 那只要您呢 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呢 跟随节目来答题 答对议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话费赠送了 中奖率也是非常的高 参与方式呢也很简单 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微信的方式 短信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P加谜底发送到1066-012266 微信的用户呢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 或者直接勾索添加中国登米大会的公众微信号 按照提示就可以全程参与同步拆登米 最终呢 我们还将在所有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当中呢 抽出四位幸运大奖来送出我们的iPhone6智能手机 iPhone6 没错 直接送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对 就是这么实惠 那还等什么赶紧参与啊 那由云南白药气血康冠名播出的第二季中国登米大会呢 将通过八场淘汰赛三场晋级赛最终决出六名选手 那这六名选手呢 将最终登上我们扬年元宵总决赛的舞台 来最终的争夺中国登米大会2015年度登米王的桂冠 是的 接下来我们现场将迎来来自全国的登米好手 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我们有六个答题台 虚位已在 等待着今天他们的主人 今天究竟是哪六位登米高手在这里一决高下呢 首先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密室大闯风 这个惊心不知的密室将考验选手们的真实实力 帮助我们筛选出今晚的六位主角 密室大闯关规则 选手将在玻璃密室内答题 答错一题或跳过 则倒入一桶塑料球以示惩罚 在规定时间内答对三题闯关成功 他会成为今晚第一个闯关成功的选手吗 好 请对着镜头做一下自我介绍 是说我吗 我叫洛言 来自安徽和徽 今年38岁 我平时花在登米上的时间 每天超过八小时以上 我接触登米已经有17年时间了 目前在法律师登米协会担任副会长 是在职从事在迷工作的 请听题 借东西要还 打一中药 两字 按规 回答正确 口才不行 打一实用植物 两字 白菜 回答正确 白菜 不如白菜 打一个字 少比 一 回答正确 恭喜通关 我从去年就报名参加中国登米大会 可惜由于名额所限就没有参加上 今年感谢栏目组给我这个机会 我叫王栋成 来自江苏省南东市 我现在在江苏的一所高校里工作 业余担任南东市职工登米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职务 九十年代 韩国民届曾经评选出 二十名登米国手 我呢就是其中之一 请听题 板块飘移 打一南宋诗人 两字 路由 回答正确 与人方便 打一个字 七笔 更 更加的更 回答正确 滑冰好处多 打一成语四字 过吧 差不出了 全得外婆 打一红楼梦人物 三字 刘娜娜 回答正确 恭喜通关 我是来自黑龙江城 武南江市的郝赵龙 97年我开始学迷 到2000年 我在报纸上已经有了自己的专栏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 我身边的民友 一个个都外出发展了 最后竟然只剩下我一个了 今年年初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灯瓶大会的播层 我内心又燃起了火焰 我决心重新走回民谈 请听题 奇数 打一数学名词 两字 成法 回答正确 千里戈壁 打一省会城市 两字 成则 回答正确 唐三才 打一古代医学家 三字 这个应该是著名的李时珍 回答正确 恭喜通关 谢谢大家 第二届中国灯瓶大会 海选继续 传统的灯瓶 同样吸引了年轻人的参与 不知道他们实力如何 我在文化方面的东西 我都没有问题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喜欢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想拿个苹果溜回去 不闯关失败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 能不能代表年轻人 抢下一个席位呢 大家好 我叫黄冬月 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我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我出生于一个三代灯瓶世家 我妈妈呢 从小跟着我姥姨一起猜灯瓶 现在我又跟着我妈妈一起猜灯瓶 大家都喜欢叫我瓶三代 请听题 明月当空 打一个字 四话 日 回答正确 秋后停运 打一民族乐器 三字 东布拉 回答正确 恭喜通关 大家好 我叫熊俊 来自于河南郑州 我是一名大山的学生 学习机械设计制造 极其自动化 虽然我是一名机电男 但是我有一颗文艺的心 去年 我们学校的赵科老师 来参加中国争议大会 获得了亚金 今年 我来了 请听题 特首 打一动物 一字 牛 回答正确 孩子作业 父母包办 打一成语 四字 小题大字 回答正确 冷空气敌鼠 打一地理名词 两字 过 干一行 爱一行 打一饮料品牌 四字 百事可乐 回答正确 恭喜通关 谢谢 我叫黄俊文 来自山水甲天下的广西桂林 我是一名火车司机 我在年轻的业余时间 将铁路的专业术语和规征名词 制作成邓米 给我的工友们餐 大家都说 邓米满油仪式 请听题 天府之宝 打一中药 两字 专备 回答正确 红与白 打一地理名词 两字 自道 回答正确 卫数无混战 打一数学名词 两字 三角 回答正确 通信通关 谢谢 六位灯米高手已经诞生 他们分别是 来自广西桂林的火车司机 黄俊文 这次来参加登米大会 我就想展现一下火车司机的文化内涵 来自河南郑州的功课男 雄俊 今年我也想来挑战自己 超越自我 来自江苏南通的登米国手 王栋辰 荣誉只代表着过去 这次登米大会 就是想汇汇各别年轻的名语 来自牡丹江市的知道分子 郝赵龙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要跟登米大会同步战放 来自安徽合肥的靠谱好男人 洛言 我一定要抓住这只机会 向2015年 中国登米大王花旗挑战 来自哈尔滨市的登米学妹 黄东月 我明年将举办成都市高校登米邀请赛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 来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他们谁的实力更胜一筹 让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六位 通过密室大闯关 登上中国登米大会的答题台 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依次 从左手边开始 他是来自广西桂林的火车司机 黄俊文 大家好 爱猜登米的功课男生熊俊 大家好 获奖无数的登米国手 王栋晨 大家好 对知识储备 信心爆棚的知道分子 郝赵龙 大家好 来自冰城哈尔滨的登米学妹 黄东月 大家好 最后还有来自安徽合肥的 靠谱好男人 大家好 欢迎几位的到来 那在选手答题的同时呢 在我们的第二演播室 崔爽和两位嘉宾 将给各位的答题进行点评和精彩的解析 让我们掌声 欢迎他们 观众朋友大家好 小童好 这里是第二现场的演播室 我是主持人崔爽 今天呢 我将和两位嘉宾一起在第二现场呢 带着大家来猜登米解登米 他们分别是 我国知名学者利波教授 小崔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以及我们登米解大名鼎鼎的老鹰 郭少敏老师 小崔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再次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相信呢 两位嘉宾也会通过妙语连珠的方式 为我们的节目锦上添花的 共相胜举吧 好 那我们第二演播室的情况就是这样 小丛 现在 我们场上的每位选手都有了 一千分的基础分 接下来你们将通过三轮比赛 决出两名选手参加晋级赛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哦 再来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第二轮比赛 正式 开始 选手轮流答题 答题时间为二十秒 其他选手可以同时抢答 必答选手答对加二百分 答错不扣分 抢答选手答对加二百分 答错扣二百分 本轮结束 积分最低者淘汰 平分 加赛 抢答 在这轮比赛开始之前呢 我要强调一下规则 请大家听好 这一轮比赛被称为必抢答 也就是每一位选手 有一道必须答的题 但是 在他答题的同时 其他选手如果对这一题有把握 题目念出的五秒钟之内 您是可以抢答的 但是如果答错了 是要扣分的 这一轮请用答题版作答 写错字和批音 视为错误答案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 这一轮积分变底的 将会被淘汰 所以请大家加油努力 好吗 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好 我们从一号答题台 黄俊文开始 黄俊文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桂林的火车司机 火车司机啊 那平时有时间学习灯迷吗 平时火车司机总是往外跑 在外面住公寓的时候 用零星的时间来学习灯迷 黄俊文请查题 请看大题目 这是一道图片题 打一个亚洲国家首都 两个字 如果有把握的选手 这个时候可以开始抢答了 五秒钟时间 开始 好 二号 抢答成功 那现在 二十秒答题时间 开始 现在是说图片米比赛西 古代的灯笔上也有图画 对 图画米也正常也正常 也没过来的 那我们看很多人在这个图片上在微笑 是吧 对 一个关键字 迷目是什么 亚洲国家的首都 我们开口大笑 用哪一个字把他耳朵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答案 黄俊文的答案是多哈 二号选手他的答案是平壤 那黄俊文给我们说一下 你为什么写多哈呢 画面上很多人在欢呼 在欢笑 哈就是笑的意思 众人就是多的意思 就很多人哈哈 哦 很多人哈 二号选手写的是平壤 让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多哈 恭喜黄俊文答题成功 为他加上200分 二号选手因为抢答 没有答对 所以他被厚掉了200分 好 黄俊文答题完毕 接下来 就是到刚刚 抢答失败的二号选手 熊俊了 熊俊呢 是一名学功课的大三男生 学机械的是吧 对对对 那怎么会喜欢一个 偏文科的灯迷 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我要向大家证明 灯迷不分文理科的 哦 好 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 把掌声送给你 因为第一题答题失败 不要紧 还有机会好吗 好的 抓住这题的机会 熊俊 请看 屏幕 明面是 他牵着白铺山少主 打一个亚洲国家 三个字 现在 有把握的其他选手 请 按键 好 六号 抢答成功 那现在 二号和六号 答题 开始 他牵着白铺山少主 这道题就要知道 白铺山少主是谁 古人是欧阳分 大家都知道 那白铺山少主是谁 那么他的名字就用到这个国家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他字 对 他字 他字 这个就很容易猜了 时间到 答题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二位的答案 二号选手熊俊 这是你上边的一个答案是吧 对对对 是不会吗 对 这一题没想出来 没有想出来是不是 但是六号写出来了 他写了伊拉克 为什么 在我的心里 白铺山少主是欧阳克 他是 女人是代表伊 所以他拉着欧阳克 伊拉克 那我们看看 正确答案 在这我们要恭喜六号抢答成功 为他加上两百分 那虽然雄俊没有答对这道题目 但是不扣分 所以还保持着八百分 继续加油好吗 好的 接下来呢 要到咱们的这个灯迷国手了 听说您二十年前 1994年就获得过灯迷国手的称号 1994年 那么在何白宝地举办这个中华灯迷学学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那在这次灯那个成立大会上呢 也同时举办了一次 灯迷级别很高的 叫全国灯迷国手赛 那么这次国手赛 经过全国的海选 最后有两百名代表和选手 被邀请了何白宝地 通过灯迷的比拼 最后 决出了二十名全国灯迷国手 那我就是其中之一 不得了啊 这个灯迷国手的称号一出来 相信其他的五位会有很大的压力 我们来看看 二十年过去了 灯迷国手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王冻辰 请看大屏幕 天规 打一个娱乐热词 三个字 有把握的选手 现在 开始抢答 好 那我们看到 五号选手 小妹妹来自哈尔滨的小妹妹 她抢答成功 现在二位 答题 开始 天规 天规 那这个解题技巧应该同样 这个 我用一个人物可能大家就想到了 光丰 一说到 汪峰 帮汪峰 帮汪峰 帮汪峰怎么样 对 我们看到 王冻辰一直面露南色 这样一个娱乐热词的题 难住了吗 难住了我们的灯迷国手吗 我们看看二位的答案是什么 果然 王冻辰没有写答案 但是五号 黄东岳他写了 上头条 为什么 因为天就是在上面 然后 天是上头 就是上头就是上面的意思 然后条就是规定的意思 所以说天规就是上头条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恭喜黄东岳小妹妹 答对了这题上头条 好 上个头条 加200分 那同时呢 我们的灯迷国手王冻辰 虽然没有答对 但是不扣分 1000分继续保持 继续加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边要答题的这位 说您 自认为是什么都知道 郝赵龙先生 是这样吗 这个有一点夸张 但是呢 我自觉的知识十分丰富 知识 知识十分丰富 好 这是一道表演题 请看表演 现在对这道题 有把握的选手 请按下按键 好 王冻辰抢到了答题的机会 好 两位答题开始 这里面就是已经一个信 我想就出来了 风楼梦里的很聪明的一个丫头 对 一说丫头的信 对 对对对 这个道具 一下就应该你拍得出来了 好 很简单的 时间到 停止答题 我们看一下 两位的答题结果 就是这个席字啊 对 席字 路由的一首诗 叫花气席人之咒暖 然后到黄帮梦改成了白咒的咒 那么这个席就不是击打了 就是到达 无声无绝的就到达你身边了 那叫花气席人 好 二位都分别写了花席人 那是不是 正确的答案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 花席人 恭喜好绕龙和王冻辰分别加上200分 好的 那接下来到我们今天场上最小的一位了 但是呢 虽然它最小 分数却不低 现在已经是1200分了 黄东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看看我们90后黄东月答题是怎么样的 请看大屏幕 明面是云里藏身 打一个网站名 两个字 现在如果有把握的选手 请按下按键 好 6号抢到了答题的机会 那么也就是黄东月跟6号同时答题 现在答题开始 答题时间结束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的答案 黄东月没有写 为什么没有写 没想到这个 没想到这一块 那你觉得6号选手写的天猫是正确答案吗 是 真的吗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是什么 天猫 这样的一道题目竟然难住了90后黄东月小妹妹 但是旁边的这位竟然答对了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答对呢 现在我们场上可以看到6号选手还没有到他答题的这个时间 他已经是1400分了 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洛言 是的 这个报名资料上您写的是 您写的是这个牛粪男 你们知道牛粪男是什么吗 应该是就是牛是就很勤勤肯很勤劳 勤劳刻苦的一种动物 混是就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努力的男人吗 哦那是好男人了哦 这样的一个牛粪男 哈哈 好嘞 好男人 洛言 牛粪男 洛言 到你的答题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屏幕 好的 明面是儿童泳装 打一个五言堂诗一句 其他的选手如果知道 如果有把握的话 请按下按键 其他人都没有按 这一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四号选手 按下来按键 那到两位的答题时间了 计时开始 答题时间到 两位都有没有写答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答案 两位都写了 游子身上一 看来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非常认可他们的答案 来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游子身上一 恭喜二位 分别加上200分 好 那经过这一轮 必抢达环节 我们看到场上的每位选手的分数发生了变化 好 一目了然 那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六号选手 1600分 排在第二位的是四号选手 1400分 其他有三位选手是并列的一号三号和五号 同时也恭喜他们 1200分 可是有一位呢 也就是我们的功课男 熊俊是800分 现在是这一轮的最低分 所以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很遗憾 熊俊将要离开我们的舞台 跟大家说声再见好不好 怎么说呢 在迷戒里边吧 看到别人有迷号什么的 然后资格也没有 但是这一次我想了一下 你看参加第二届中国登迷大会 然后又是二号台 所以感觉吧 熊二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谢谢大家 再见熊 让我们用掌声欢送 龚柯南熊俊 再见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只剩下 五位选手 紧接着我们马上进入到 第三轮的比赛 枪打环节 选手按键抢答 答题时间为二十秒 答对一题加四百分 答错扣二百分 本轮结束积分最低者淘汰 评分加题抢答 都明白了吗各位 明白了 好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抢答题的第一题 请看大屏幕 这是一道图片迷 打金庸小说人物三个字 请抢答 好 黄东月抢答成功 那请写下 这是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女生 对 我一下还没认出来 我还以为是外部 跟她的三个小孩 对 她这个打一个金庸的小说人物 她的信是一样的 就知道了 好 黄东月抢答成功 请说出你的谜底 我们答案是伪小宝 伪小宝 我们看一下 答案 正确答案 伪小宝 黄东月加上了400分 我们来看一下抢答题的第二题 请看大屏幕 国事无双 打于青年演员 两个字 国事无双 这个是其他一个典故 其实它是汉初三绝体 史记里头的 汉初故出对于史记 怀疑头列断 孤家亦德尔 自如信者 国事无双 准备好 枪答开始 又是黄东月 好 黄东月 请说出你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寒冬 寒冬 我们看一下 正确答案 黄东月 用两个400分 用两个400分 现在已经是2000分的积分了 2000分 现在是场上最高分 恭喜黄东月 细心的观众朋友 现场的观众朋友 可能已经是 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了 连续两集 都跟我们云南卫视 12月20号已经在我们浪漫剧场 黄金时段浪漫剧场热播的 新版陆鼎记 有关了 那今天同时 也是电视机前 金庸武侠迷们的福气 因为今天 新版陆鼎记的主要演员 来到了我们现场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 韩栋 吴倩 赵媛媛 洪瑞祥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韩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倩 大家好 我是赵媛媛 大家好 我是洪瑞祥 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陆鼎记 是我们百看不厌的一部戏 有很多的版本 首先咱们四位主要演员 能不能跟咱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 打上招呼 然后用一个词 来形容一下 咱们这新版陆鼎记 跟以前的版本 不一样的地方 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我就厚颜无耻 说一个 我是最正点的韩小宝 那我就 最靓丽的亮 我是最靓丽的 沐建亭 现实下有一个词 特别流行 那就是任性 那我就是最任性的方怡 那我就是 最爱占小便宜的温友道 韦小宝 韦小宝 相信是很多男生 梦中啊 梦寐以求的 这个七个夫人 是什么感觉 七个红颜知己 红颜知己啊 都这么叫啊 红颜知己 因为 我们还是提倡 一夫一妻 对啊 那是违法的 我们这个是小说里边 这没关系 说一下吧 咱们这个韦小宝 因为你之前 诠释的角色 比如说 九爷呀 对吧 大家看看我九爷 步步惊心 九爷 包括虚竹 都是有点冷酷的 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韦小宝 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我姓韩 这是灯谜吗 灯谜 对啊 今天我们是来参加 中国灯谜大会 然后 我就按字面来说 因为我姓韩 韩字的另外一边 就是韦 说明我韩洞 天生有一半 就有韦小宝这个秘 还有这么解释的 是吧 这样吧 想不想看他们现场 演一段 要 要不要 因为韩洞啊 他的虚竹 跟九爷 大家非常喜欢 能不能这样 麻烦您 今天在现场 用虚竹跟九爷 追求一下 方怡和咱们的这个 小郡主 行不行 好 可不可以 能要不要 对 阿弥陀佛 这位女施主 小僧是受家事之命 来参加今天的中国灯谜大会 可是 小僧我天生愚钝 我怕一会儿达不上来 你到时候能不能帮我 说说好 我也初来乍到的 那个 那一会儿我还打不上来 你也帮帮我 好啊 那我们就说好了 那一会儿 我们俩万一都打不上来 那怎么办 那我只能求说了 我们也想法有了 你已经嫁人了 阿弥陀佛 太可惜了 太棒了 太棒了 那今天呢 四位演员到我们现场 其实也给大家带了题 准备了题对吧 然后呢 现场的观众朋友 如果答对的话呢 会获得咱们演员的亲笔签名 和可能还有稍稍有 那么一点点过分的小请求 比方说 拥抱什么呢 侯瑞翔出题了 侯瑞翔题目是什么呢 谈前就俗了 也是跟咱们陆炳记 有关系的一个人物 也是一个人物 谈前就俗了 一个人名 对 这是个 来来来 有请 有请这位姑娘 谈前就俗了 那就是金庸了 对了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场下做的这些观众 比场上的还厉害 你看 各个都厉害 好 来 反应真快 我还在想 谈前前所有陆领基的人物 都少 没这个人物 我跟你讲 你是演 我们观众看的比你们细致多了 来来来 送上礼物 出招 来 蹦着就上来了 还被答题就想抱啊 双耳打一个字 我就让你知道 你不能告诉他 你这样 谢谢 双耳打一个字 是 言 言销的圆 言销的圆 好的 那刚刚 四位咱们的主要演员 也把题目 出给了现场的观众朋友 咱们也预祝咱们的新满路顶记 收视长红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在这呢 祝云南的父老乡亲 新年快乐 祝你们身体健康 合家欢乐 我在这里祝云南的朋友们 合家欢乐 云南的朋友们 扬年发大财 祝大家来年走大运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谢谢 这演播室里来了明星啊 感觉还是不一样啊 在这还是要感谢新版路顶记 剧组来我们中国灯迷大会探班 祝你们收视长红 好 欢迎收看由云南白药 汽雪康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灯迷大会 送走了明星 我们紧张刺激的 答题时间又回来了 还是我们的抢答题 各位 题面是 谁带魏小宝进京 打 梁树桥段四个字 请 按键 是一号选手 一号选手 请回答 十八相送 十八相送 请看 答案 十八相送 恭喜您回答正确 给一号选手 加上四百分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请看大屏幕 迷面 以前是个软妹子 不要看错 不是软柿子 以前是个软妹子 答 鹿顶记 人物 两个字 各就各位 请 按键 这一道题 难住了大家 十道答案的选手 请 抢答 这一轮大家非常谨慎 答对是四百分没错 但是答错要扣掉两百分 没有一个人 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这明明有意思 以前是个软妹子 现在是个女汉子 应该姓 真 应该姓曾 曾国藩的曾 应该姓曾 不知道他的这个提示 对答案有没有帮助 这个曾对应的就是以前了 对 以前 意义的别解 曾经嘛 对 也是这个 这道题 没人猜出来 我想可能这个谜底相对偏僻 好的 五号选手 曾柔 曾柔 对 我们看一下 正确答 曾柔 恭喜五号选手 加上四百分 其实我很纳闷 一号选手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也是想 以前就是曾经 这个曾字可以念多音字 曾字在信的信式方面念 就是念真 我知道你对了一半 但是你提供给了他一个线索 五号选手 他有没有帮助你 这没关系 没有 没有是吧 谢谢啊 完全拒绝了 没有帮助过我 没有 你还谢谢 我这四百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好 恭喜啊 五号选手 现在也是两千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道题 请看大屏幕 这道题的弥面是 花满之头 应日开 打 明代将领 两个字 各就各位 请按键 依然是五号选手 你的答案是 木音 请看 正确的案 那看来洛言 这位好男人 这位牛粪男 很厉害 他已经是两千四百分 其他选手 请加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道题 下一道题的题面是 请看大屏幕 杀猪吃喝风 打一个汽车品牌 两个字 各就各位 请按键 依然是洛言 依然是五号选手 您在罚暗示 卡焰 杀猪吃喝风 是卡焰吗 请看 卡焰 这个弥面和弥底 杀猪吃喝风 但是卡焰 确实超标了 但是这是一道题 没有关系 我们看到 再次加上四百分的洛言 现在已经是两千八百分了 来 给他一些鼓励 同时也把掌声 送给其他的选手 大家一定要 抓紧时间抢他 积分垫底的那位 将会被淘汰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道题 请看 请看 这个电影叫做三傻大闹宝莱坞 打 无闻公司业务 三个字 无闻公司业务 知道答案的选手 请按键 这道题依然是难住了我们的选手 你要想这个是哪一个国家拍的 你那个关键字就出来了 答案里面包括这个字 然后它是一个电影 电影我们又叫什么 然后还是一个图文公司的业务 对 一个好像选手可能没有抓到这个思路 好吧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请抢答 好的 最后一次 三二一 请抢答 好的 那这一题我们就作废了 因为三轮没有人进行抢答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印鸣片 印度有名的影片 像专家呀 印鸣片 印鸣片 好消息是刚刚那道题 是本轮的最后一题 那换消息呢 就是我们的积分发生了变化 现在排名第一位的 是我们的洛言 2800分 排名第二位的是四号选手的小妹妹 她是2000分 然后我们的什么都知道 知道分子 她也是1400分 还有我们的火车司机 是1600分 那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呢 积分现在垫底的 是1200分 王冻辰 我们的灯迷国手 其实每次到这样的环节的时候 还是会很有遗憾的 因为灯迷国手我们期待她更多的精彩表演 好那 说两句话吧 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 不过能站在中国灯迷大会的舞台上 能够和各位七十灯迷 我觉得也是 很荣幸的这件事情 好的那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送走王冻辰 灯迷国手 曾经拥有这样的称号 我相信 这个称号会一直在她的身上 因为灯迷会伴随她一生 好 那经过第三轮的激烈比拼 抢答题的环节 我们场上剩下了四位选手 黄俊文 1600分 考照龙1400分 黄冬月2000分 还有一位 也是我们现在场上最高分 她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牛粪男 洛言2800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跟随节目同步答题 您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 两种方式互动答题 短信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P加谜底 发送到1066 012266 微信用户呢 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屏幕上 出现的这个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 添加中国灯迷大会公众微信号 按照提示 就可以全程参与同步猜灯迷了 那最终呢 我们还将在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当中 抽出四位幸运观众 送出iPhone 6智能手机 你看这多棒啊 好的 下面进入到我们第四轮比赛 两两对决 根据选手积分高低 场上分数最高的选手 自由挑选一位PK选手 若评分则用抢打来决定选择权 余下两人自动形成对阵关系 对阵双方同时作答五题 若评分加势直至一方胜出 好的 进入到我们这一轮 两两对决的环节当中来了 这一轮呢 我们将形成两两对阵的关系 但是有一个啊 场上的最高分 你会有一个选择权 也就是洛言 你现在2800分 你有个选择权 你可以挑战 现在场上的其他三位选手 你看你是要挑战火车司机 1600分 还是要挑战 什么都知道的 1400分 还是 毫无同情怜悯之心的 去挑战一个90后的小妹妹 输赢都不光彩的2000分 现在选择权 交给你 你要挑战谁 想好了 黄登月 他因为他是90后的 唯一的场上选手 所以我会选择他 黄大哥 刚才那道题 幸亏他的指点 所以我才有了思路 难道你想选择场上最低分 小松先生 刚才你好凶 可能是在抢达环节 可能手慢了一点 但不代表他是场上最弱的 那你要挑战谁 好赵龙 那洛言要挑战好赵龙 那么自然 黄登月 跟我们的火车司机 成为一组 好的 洛言决定了挑战好赵龙 那么两个人的两两对决 现在开始 洛言好赵龙 请听你们的第一题 请看 大题目 我们的大中国 好大的一个家 金颇 哪个多少 哪个风吹 可遇到 我们的大中国 好大的一个家 永远 哪个永远 哪个国 要赵龙 最大 中国 祝福你 我这个已经跑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迷面 我们的大中国 迷目 电脑品牌 两个字 答题开始 好 答题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的答案 华硕 两位都是华硕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华硕 恭喜二位 全部答对了 现在场上比分 一比一 这种反而我会紧张了 谁先抢队三道题 谁就晋级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第二道题目 请看大屏幕 迷面是 灯飞来风 过灵丁阳 打一鼓急 三个字 我们可以看到 好赵龙 已经答题完毕了 答题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的答案 山海精 山海精 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山海精 现在场上比分是 二比二 二比二的比分 显然是不能决出胜负的 那第下一道题 能不能会出现 三比二 还是三比三呢 来看一下 你们两位的第三道题 请看 大屏幕 迷面 螃蟹 去凹横行 打一个网络流行语 六个字 第二字谐音 才还有提示 打题 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们的场上 包括观众席 都弥漫着一股 紧张的氛围 究竟 这一题是决胜负呢 还是继续下去呢 答题 结束 请看 两位的答案 这一轮 洛言答了 有钱就是任性 可是 郝兆龙并没有写出答案 我们先听听 洛言 你的解释是什么 螃蟹有两个大钳子 它举着钳子 横行霸道 有着钳子 就是想怎么走 想怎么走 都可以怎么走 所以我的答案 有钱 就是任性 哦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好的 那么恭喜洛言 成为今天第一位 晋级的选手 恭喜洛言 谢谢 谢谢 那同时呢 我们也很遗憾的 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好赵龙 三比二的比分 很遗憾 有什么想说的 先说说这道题吧 这道题是网络流行语 我之前做了一下准备 找了一下今年的十大流行语 有这条 但是呢我对网络实在是不太熟悉 也没记住 相信通过今天很多人会认识你 好吗 好像今天还是好兄的生日 哦呦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吗 真的是我的生日 我是12月31号生 哎呦 那我们现场来集体唱一小段生日快乐 好不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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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生日快乐 但是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上一季的中国灯迷大会 在我们这有一个规矩 真的是谁过生日谁淘汰 上一季场上就是谁过生日淘汰谁 哎呦 真的是 好吧 祝你生日快乐 好吧 好 谢谢在场的观众 谢谢主持人 好的 我们欢送 郝赵龙 再见 好的 刚刚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选出了一位晋级的选手 接下来要在二黄当中 选出一黄 那就是要同时操歌了不 对啊 同时操歌 你们两个不是亲戚吧 同性呢 好的 本家今天要进行对决了 比赛之前有没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 虽然我是小辈 但是我不会让着您的 好的 加油 祝你成功 小妹妹 输了不怕 黄大哥开火车送你回家 好 两位进入到你们的两两对决 两两对决 你们二位的第一题 请看大屏幕 这是一个图片名 打一个 打一句夸人语 夸人的话 四个字 时间到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的答案 黄东岳并没有写出答案 但是我们的黄大哥写了有两下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有两下子 这道题啊 这道题啊也证明咱们黄大哥确实是有两下子啊 不要着急啊小妹妹 还有题好不好 现在场上比分 一比零 黄东岳并没有写出答案 黄君文 一比零 黄东岳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第二道题 请看大屏幕 明面矿石 哪里找 打一个省区名 两个字 答题完毕 答题完毕 好 答题 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的答案 广西 广西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广西 那现在的场上比分 二比一 黄俊文是两分 黄东岳一分 来看一下你们的第三道题 明面治疗多动症 打一个社会现象两个字 黄东岳一分 现在我们是抢三环节 谁先答对第三道题 谁将禁忌 答题 结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的答案 好的 那么肯定是答案是不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一闹 请看第三道题 一样画葫芦 网聊用语 两个字 会出现转机吗 好 答题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的答案 黄俊文没有写答案 黄东岳写了一个八八 八八是什么意思 白白的意思 白白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这样吗 黄东岳小妹妹用她自己的实力 和一个比较适合她的题 最后还没有翻盘 只是追上来 双方现在战成二比二平 那接下来就是加试题了 谁先到第三题 谁胜出 弥面上台现丑 打一个字 六比 答题完毕 你也写好了吗 好 答题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的答案 都是这个答案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恭喜二位 现在战成三比三平 依然是加试题 谁答对 谁晋级 好 请看大屏幕 迷面 国藩自幼有才 打一个热播剧人物 三个字 时间到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的答案 一号 黄军文大哥 没有写出答案 那 我们的 黄东月呢 写了一个曾小贤 怎么解释 因为国藩是曾国藩 所以说就是 第一个字是曾 然后字右就是小 所以说我的谜底是曾小贤 曾小贤 如果这一题你答对的话 你将成为今天的 另外一个晋级者 对比一下正确答案 再看一下他写的答案 我们说过 批音和错字是不算的 你的曾 底下应该是个日 你写的是木 你自己承认吗 承认 所以说这个算 很遗憾的 要算作错误答案 哎呀 两位还依然是 赞成平手啊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这个叫什么 他是专门让我的 一笔之差 您说 他是专门让我的 他是让你的 让一个机会给我 尊老爱幼啊 好 继续下一轮 加事题 请看大题目 迷面 无人追掌 打一日本影星三个字 这个我想对于二位来想 都挺难的 我们看到场上 黄大哥在写 可是黄东岳小妹妹 似乎毫无头绪 答题时间结束 黄大哥写了吗 写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位的答题结果 在这我们也要 对高苍健先生表示 面怀 那但是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正确的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高苍健 恭喜黄俊文大哥 成功晋级 比赛就是这么残酷 就是这样的起起伏伏 唯一一个90后 也被两位长辈 给打败了 但是这样的挫折教育 并不一定是坏事啊 来 黄小妹妹你说两句 我觉得今天能跟各位老师 尤其是黄老师 还有骆老师 他们这些高手一起过招 是我的荣幸 然后 运气和实力 有运气有实力才能成功 然后我觉得我运气已经很好了 是我自己水平不够 所以说我还需要再修炼 再努力 然后争取 以后成为 像他们一样的迷惘 其实啊 其实冬月 不是水平不够 曾小贤那一题 其实本身你已经赢了 就是在那一笔之差 好 那在以后的路上 希望登迷 能成为你的好伙伴 好不好 好 再次加油 好 让我们掌声欢送 黄东月妹妹 再见 可以看到我们 登迷大会啊 不仅是一场比赛 也是一个以迷惠友的场合 好的 送走了黄东月小妹妹之后 今天场上 两位晋级的选手已经诞生了 他们分别是 洛言 还有黄俊文 来 有请二位选手 来到舞台中间来 你们为什么要拉我的手 好的 好吧 既然手都拉起来了 恭喜二位成功晋级 洛言和黄俊文 不但能成为 第一轮晋级的两位选手 同时你们将每人获得一台 iPhone6手机 恭喜二位 那在这儿呢 还是要提醒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咱们中国登迷大会 今天才是第一场而已 那我们的比赛 也会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激烈 记住 每周五晚上的 中国登迷大会 第二季 和您不见不散 对不对 而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同样也可以参与到 我们节目当中来 您有机会获得礼品 同时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由云南白药气血缸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登迷大会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